嗨大家好,我是Stephanie,想多一步,先人一步 上周呢我发了一个800万设计师的豪宅,豪车放在了二楼 那么很多人还是很感兴趣又私信我 那么今天呢我就约了一位客人 我们一块去感受一下这个800万设计师的豪宅到底是什么样子吧 跟我一块上车咯 这套房子呢位于Bayville Glen,这也是一片著名的翻建豪宅区 我们到了,这个就是房子的外观了 好了,一块进去看一下吧 好了,我们已经进来了 这个天花板呢有22尺高 这个房子呢是今年刚刚建好的 设计师呢也就是屋主本人了 所以用的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非常奢华 比如说这个瓷砖就是范思哲的瓷砖 这个房子买来呢屋主是完全没有住过的 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房子 像这个壁炉呢是一个双面的壁炉 咱们来看一下厨房 这个厨房呢也是精心设计的 像这个炉灶上面还有水龙头 很方便操作 然后冰箱呢也全部都做成了隐藏式的 还有酒柜 然后所有的像这些柜子呢 它也都是设计的非常好 有嵌入式的咖啡机 微波炉和烤箱 而且这个高度也很容易操作 这个位置呢其实是设计好为了安装电视的 但是现在电视还没有安上去 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在台面上安装了一个无线充电的装置 怎么样是不是很方便呢 好了咱们来看一下后院吧 这个房子呢它的落的面积是100乘以157.1 而且呢因为它是一个corner 所以说整个这块地块的面积是很大的 2017年也就是三年前 光是买这块地就花了250万 那我们看到这个厨房其实还隐藏了一个pantry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中厨 那我们中国人做饭呢油烟很多 那么这里就是安装臭油烟机的位置了 这个炉头呢总共有8个 所以做饭是绝对够了 而且中间呢其实是gas的炉头 所以说炒菜呢 这个火也是绝对很给力的 好了咱们到里面去看一下吧 那么这儿呢是它的office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侧门 所以客人呢可以直接从这个侧门进来 那么再往里面走呢 这是一个图书馆 这样呢可以放一些书籍和资料 从office出来 对面呢其实就是一个电梯 然后旁边呢这里就其实都是接待客人用的 衣橱啊 放鞋的鞋柜啊 包括还有客人用的卫生间 这呢是房子的另外一个楼梯 这个房子呢总共是有两个楼梯的 这里呢还有一个侧门 其实呢平时我们散步啊 会从这个侧门来走 尤其是家里如果养了狗狗的话 这里还可以给狗狗直接来洗洗脚 然后这儿呢是去到车库的门 这个车库呢包含了两个地下的车位 那么还有两个呢是立体式的车库 我们可以看到楼上有一个红色的车 待会我们也可以到二楼去看一下 二楼呢我们先从右边开始看起 那么这个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左边这个小的其实是控制房子的温度的 可以跟手机来连接 那右边这个面板呢是控制房子的灯光啊 包括安保系统 其实这是一套非常智能的家居系统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房间 那么楼上所有的卧室都是套件 也就是说它都是含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的 那么这个呢还含了一个阳台 有自己独立的衣帽间 还有洗手间 这个面积还是蛮大的 而且调高很高 咱们去看一下主卧 那主卧呢 有自己独立的衣帽间 而且这个衣帽间是开了天窗的 所以采光很好 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间衣帽间 这儿呢是它的卫生间了 那这个马桶呢是一个智能马桶 我们来看一下 浴缸 还有洗手池 我们再往里走就是这个master bedroom了 有壁炉 然后也有阳台 那么这一个背景墙后面呢 其实也是一个衣帽间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衣帽间 放包包啊 放鞋子啊 放自己收藏的一些奢侈品 这儿呢可以放一些珠宝 怎么样 这个主卧大家还喜欢吗 咱们去看看下一个房间 这儿呢是它的洗衣房了 说实话这个洗衣房的面积真的是非常大 差不多是其他人家的一个卧室的尺寸了 那这儿呢是它二楼的一个设备间 那像这么大面积的房子呢 它的设备间都是分开的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间卧室 这个应该是房子最小的一个卧室 这五个卧室当中最小的一个 但是呢它采光很好 因为这个窗子几乎是已经落地了 然后也带自己独立的洗手间 都是非常现代的设计 我还是挺喜欢的 那么咱们再往里走 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office的正上方 可以看到这个电梯还有楼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左边这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面积不小 只是采光的稍微差了一些 然后呢有它的衣帽间 还有这个卫生间 那么这个卫生间呢是开了天窗的 那这个房间的亮点就是它的阳台了 首先是这个阳台很大 而且呢从这个阳台可以欣赏得到自己的爱车 我们出去看一下 刚刚为大家介绍过了 这是一个立体的车库 所以说呢可以把自己最漂亮的车 升到二楼 放在这个位置给所有人看展示一下 那么阳台这里呢可以放几个沙发 可以在这喝喝茶 小气一下 那我们去看一下下个房间吧 这个卧室呢其实是这个房子的second bedroom 采光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也带了一个阳台 而且这里是长南 所以这个房间住起来是很舒服的 也带自己独立的衣帽间和洗手间 好了二楼我们看完了 咱们一块坐电梯到楼下去看一下吧 好了我们来到了basement 先来看一下设备间 这个设备间呢所有的管子排列的非常整齐 这估计是一个强迫症做的 那么这里呢是他的保姆的房间 带自己独立的洗衣房 然后还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卫生间 而且这个卫生间其实装修的也是非常的高档 所有的材料都用得非常好 然后带自己独立的衣橱 那旁边呢是供客人使用的卫生间 那一层呢还有一个吧台 以及它全部做成了一个开放的娱乐空间 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健身房 这个健身房呢连避震的地板都做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健身房的卫生间 哇也是非常的舒服 很大 还带了一个桑拿房 这个桑拿房味道很好闻 那我们再出来看一下 隔壁呢是他的这个设备间 那么这儿呢大家猜是什么呢 没错这是他的家庭影院 其实这个size呢已经达到了condo里面影院的这个size 好的那listing agent呢让我来强调一下 这个地板呢全部都是heated floor 也就是说他做了这个地热的 所以呢即使是光脚踩在这个瓷砖上 也不会觉得很冷 那么这里呢是他的furnace 还有储藏室co room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旋转楼梯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好了这套800万的设计师豪宅看完了 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也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转发我是stephanie 想多一步 先人一步 咱们去看下一套房子吧 Let's Go